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好,我是香港天文台的科学主任 大家经历过上个风季之后 有没有感觉到热带气旋的路径是多么变化多端呢? 在这一集我会和大家介绍一下热带气旋移动背后的机制 和热带气旋路径的一些基本概念模型 热带气旋路径大致上可以分为直线型和转向型 在北半球,直线型路径一般会在形成之后 一直向西至西北方向移动 在西太平洋生成的热带气旋 会经菲律宾或呂宋海峡入到南海 又或者横过台湾之后靠近华南沿岸 至于转向型路径大多数会在台湾以东海域 转向偏北方向移动 经过琉球群岛附近 之后再转向东北移动靠近日本一带 另外在南海形成的热带气旋 如果移动速度慢 路径一般会比较复杂多变 所以不确定性都会大些 而行得慢的热带气旋影响一个地方的时间会长些 所以会为那个地方带来多些雨水的 因应海温和大气环流系统的分布 热带气旋的路径是会随着季节而变化的 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北太平洋西部 热带气旋路径密度的季节性分布 在冬天至春天 热带气旋的路径和转向点一般都是比较偏南的 随着踏入夏季 路径就会开始北移 转向点也会越来越北 在盛夏热带气旋路径一般会去到最北 会有比较多的热带气旋影响韩国和日本一带 到了秋季 路径和转向点都会开始南移 特别在深秋 大部分都是向西走的直线型路径 另外近年有研究指出 北太平洋西部的热带气旋路径密度 和生命史最高强度的位度 都有向北迁移的趋势 热带气旋的移动受到不同因素影响 而环境风 也就是引渡气流 是决定热带气旋如何移动的一个最重要因素 而引渡气流 和地球上的大气环流系统息息相关 这些主要包括 尺度附近的热带复合带 以及南北半球都有的顺风 负热带高压 和西风带等等 天气尺度系统 在提供热带气旋的引渡气流 担当了重要的角色 当中以负热带高压脊 和中位度的高空西风槽为最主要 热带气旋在低位度形成之后 一般会沿着 负热带高压脊的南側 向西至西北移动 直至热带气旋 移到负热带高压脊的西側 就会开始采取 一个较偏北的路径移动 当热带气旋通过了脊軸 就会转向东北移动 而高空西风槽可以减弱 负热带高压脊 令它出现弱点或者向东撤退 比热带气旋有机会转向的 热带气旋的引渡气流 一般可以用某个高度的风场 或者由多层高空风的平均风场代表 若果热带气旋发展成熟 我们可以简单地用588泊 也就是大气中层 或者离地面5-6000米高度的流场 在这个例子 西太平洋的负热带高压脊 或者叫高空反气旋 向西伸展至华南地区 热带气旋受到它的引渡气流影响 一直沿着负热带高压脊的南側 向西北偏西移动 入到南海 热带气旋移动路径 可以由几个主要的概念模型来解释 在第一个概念模型 有两个或者不连续的负热带高压脊 在东面负热带高压脊 南側的热带气旋 首先会向西至西北移动 当它移到两个负热带高压脊之间的 弱风区 就会转向偏北移动 之后进入中卫度的西风带 并且转向东北甚至偏东移动 在第二个概念模型 同样有两个或者不连续的负热带高压脊 但是东面的负热带高压脊 向西南延伸 在这两个高压脊之间的热带气旋 就会向东北移动 直至入到中卫度的西风带之后 再转向偏东移动 这个概念模型叫做北移路径 第三个概念模型都是属于北移路径 除了有好似第二个概念模型的负热带高压脊配置之外 还有一个大型的贵风波船 在北半球 这个贵风波船的气流 是以逆时针方向转动的 而受到贵风波船引渡气流影响的热带气旋 路径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 第一就是先给东面那个负热带高压脊 和贵风波船的引渡气流带动 移向北走 之后移到两个负热带高压脊之间的热带区 最后进入中卫度的西风带 并且转向东北移动 第二就是一直给贵风波船的引渡气流带动 先向北走 然后转向西 并且进入西面的负热带高压脊的引渡气流里面 好了 今集就先说到这里 在下一集 我会继续跟大家介绍热带气旋路径 再见